尼肃在天石国不仅代表财富 更代表了地位 厉害的尼瓦工匠 甚至可以入朝为官 天石皇帝为了增进尼瓦技艺 更建立尼瓦学堂 供百姓学习 救命呀 救命呀 站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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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主角这么快就出来了 那我要优雅一点 侧面不够 再来个正面 片子还不到一分钟 女主角都出来了 也太不矜持了 身在天石国 竟如此唾弃尼座 这段白雷 我得必住这 住手 尼瓦学堂前 百姓喧哗都不行 你们竟敢在此行凶 陈先生教训的事 我等这就离开 走 就让我在地上趴着吗 男主也不过来扶我一下 从考古现场 居然穿越到泥巴国来了 这也太扯了 我这打扮是白骨精 还是玉兔精 不行 我得赶紧回去 好 素素 你这是要撞死你爹我呀 怎么还冒出个爹啊 我要是回不去 我的碧烟社就怎么办 没有碧社我就逼不了业 逼不了业 我怎么找工作啊 老天爷 你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吧 回不去 能回去 回不去 我听下人说是你救了小女 何某感激不尽 举手之劳 何宫客气了 今日前来 是想问问那件东西的土壤 是否提炼出来了 事关重大 还请何宫多多费心 我明白 回不去 对了 臭泥巴 我救你是看在何宫的面子上 当朝有律 反对泥肃不竞争 诸之而不设法 实在抱歉啊 我这儿还没有恢复呢 你能扶我活房间吗 长得挺帅 就是脾气太丑 素素 你嘀咕什么呢 爹 我出去看看行不行 绝对不行 你才遭遇杀身之祸 就不能让为爹的省点心啊 好好在家待着 hacer cause 不讽 在天师国 这么久 终于肯露面了吗 白天不让我出去 正好晚上去看看 这段夜生活 这么矮地瞧瞧瞧拦住我 看看我怎么飞出去 流金国对天时城势在必得 宋依晨 你若是弃暗投明 我便请示国主保留泥瓦学堂 让你继续教书 无心归处即无乡 天时国若不在了 泥瓦学堂还是那个泥瓦学堂吗 泥瓦 泥瓦学堂 你既然找死 我成全你 上 说 天时国还有哪些内剑 你敢剑肥了 你 你 先是杀人灭口 才装作惊慌失措 此等心情 怕是与流金国的间隙有关 怎么古代人比现代人搞对象的速度还要快啊 若不是间隙还好 若是间隙 怕是已经潜入朝中 大哥 对象对象就这么对着看相吗 大哥 想 想节色不用动的 我愿意 明罗通告 关好门窗 小心火烛 防火烛 我愿意 还是羡慕的 你怎么这么对象 双察 倘若真与刘经国勾结 陛下放心 臣定会盯死何诉诉 有任何风吹草动 便立刻住址 好了 小姐 时间来不及了 要不 我来帮您画 你确定 这些东西真的能涂在脸上 这些五彩泥可是千金难求 全是陛下御赐的 小姐 您可别乱说 可你太腫了 小姐 老爷说也要紧事找您呢 爹 这位是尼瓦学堂的陈先生 是小女何诉诉 敬国先生 对不起 对不起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能不能别告诉别人啊 告诉别人什么 不愧是何宫的女儿 昨日宋某有缘见过一面 便觉得此女卓越不凡 今日嬉戏一看 果然有做泥塑的天赋 不愧是 何苏苏 不知可否 做我宋某的关门弟子 学习泥塑记忆 小女对泥塑并不 这义尘兄爱才心切 愿意受苏苏为关门弟子 乃是苏苏的荣幸 只不过 小女天生不喜泥石土壤 实在是 你忘了昨晚的事了 昨晚 没忘没忘 昨夜听陈先生的一席话之后呢 我突然就毛色顿开 若是陈先生可勉为其难 收小女为徒 那我一定会好好学习你一宿 光宗耀族 昨晚你们 昨晚是这样的 昨晚夜深人静 我听到一女子的尖叫声 于是我就出门查看 便看到 陈先生在为女学生授课 哎呀 这不漆漫黑的吧 我也没听到什么我就回去了 若是不想我报官的话 就乖乖回和府 好 是吧 世道如今还在中目作样 只怕和府还有其他解析 定要尽快将他们救出 苏苏小姐若是愿意 宋某愿意随时交手 既然如此 我就让苏苏明日就去学堂 日后还望 你陈兄多多指教 父亲 既然这样的话 我可不可以出去逛逛 好买几个课本 可以多记录一下 陈先生的金玉良言 去吧去吧 好嘞 香甜可口的泥巴饼 泥巴饼嘞 香甜可口的泥巴饼 真的吃了 泥巴饼 十文钱一个 拜拜 来 走啊 好嘞 先生 这和苏苏先前连泥土都不泡 如今却吃上了泥巴饼 实在是有些古怪啊 只要是奸细 就一定会露出马脚 我把它招进泥巴学院 也是为了更好地观察 它的一举一动 吃土 吃土 苦往今来 都有这么一首 泥巴饼嘞 泥巴饼 便宜卖了 食量正常 都瞧一瞧嘞 慢走 来来来 诸位上眼瞧啊 这个是好东西 今儿给你们可来着了 来看一看啊 泥巴饼 诸位上眼啊 这东西我告诉你们 那个是来之不易 今儿给我说实话吧 没有五十两文银 我是不会转手的 我住手的时候都是四十两 现在还不能这么值啦 这五十两可不值啊 不就是个百家吧 小姑娘 你是不是觉得我的卧泥马不好啊 挺好的 这样 你帮我去把它卖出去 我给你一层挺好的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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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 来来来 别客气 来来来 我要这个 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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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层呢 五十 五十这银子啊 你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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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吧 你这能修好 废话 大学学了四年的彩速 修这个就像玩似的 你说什么 你放心吧 我保证让你没力 你小心点啊 我告诉你 你小心点 我告诉你啊 你要是修不好 你就别想给我逃 修什么修啊 好 先生 这家当铺 好像并非 敌国奸细的据点 既然拼不成 不如做个新的 那这个留着也就没什么用了 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误会了 我喜欢你吧 我 我特别喜欢你吧 我从小就爱玩你吧 不行 你看 你真的搞错了 我真的不是奸细 我要是奸细的话 现在肯定有人来救我了呀 陈先生 你就信我一次吧 何素素 你若是将那泥马修复完成 我便再饶你一次 我便再饶你一次 刁客的越精细呢 这水分必须要越充足 这样才能防止军裂 你不懂 老师说的是 学生这就多加点图 学生这就多加点图 这么久了 我经过的艰细 这还没有半顶动静 难道真是叫我喝吗 我经过的艰练 你们这次回去的论文题目 就是关于民间手工采素 作为传统手工工艺 大部分的采素是自然风干的 但是今天带你们来看的 是烧制而成的泥素 这个泥素呢 相比于采素 还是有所不同的 先不说了 赫素素 你干什么 我 怎么了 赫素素 快上来 你这儿了 快上来 赫素素 赫素素 你不知道烧制泥素的时间 控制极其严格吗 你居然睡觉 这也没有闹钟 我怎么知道过了多久啊 赫素素 预充 有 出 出 出 不是说男女授授不亲吗 怎么还一抓住就不撒手了 这也不喷点烫伤药 拿吐嬷嬷就包上了 大哥能认真点吗 愚蠢至极 晚些时候再去上药吧 你马还在火炉里 快去拿 此等泥塑的工艺莫说是我 即便何宫也不曾有 和苏苏这小小的年纪 是如何做到的 你不会说话不算话吧 既然你烧出了泥塑 我说话自然算数 只是 区区泥塑 可洗不清你的嫌疑 我就知道你要这么说 果然男人都是打出梯子 你是不是想说 我为了当天使国的奸细 连泥塑都学会了 对不对 知道就好 贺素素 你要是再让我抓到你的尾巴 就算是巧合 不过我也绝不会客气 不过这个半成品 我也拿不出手啊 半成品 苏苏小姐 那这泥马的成品 应该怎么做 以来 我们下一个14多点 别动 马上就要完工了 快点 分头行动 好 走 我发誓 我不认识他们啊 这儿没你什么事 明日一早 记得去泥瓦学堂报到 这么多刘经国的奸细 你一个人能行吗 我 送苏苏小姐回和府 是 我发誓 我不认识他们 我发誓 我不认识他们 我发誓我是 那是我心里的 我发誓 我们的意志 还能认识他们 提着那个你 那今天会发誓 我发誓的 我发誓是 帮助他的 继续继续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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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慢些 您先把饭吃了再走啊 来不及了 馨儿 您先吃了再去 去学堂报到又不是什么人命关天的大事 你别说 还真是人命关天的大事 小姐 饭都不吃 还人命关天呢 同学 你都入学证呢 大爷 我是新来报到的 什么 你是想来睡觉的 睡觉去客栈 大爷 我是新来报到的 把名字写在这儿 好 大爷 还是您来帮我写吧 何苏苏 何尚书 我叫何苏苏 你要何涛苏 何苏苏 我来写吧 好 没想到 这帅哥挺多了嘛 多谢 同学不必客气 在下唐星人 以后还请多指教 好 你听说了吧 你听说了吧 好 怎么了 你看啊 挺久的 不知道啊 你看 谁是谁啊 那就是他啊 还是就是他啊 是啊 对 就是他 也不知道从哪儿来的 你看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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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样啊 不知道他手艺怎么样 我也不知道 你考试看看 同学们 今天来了一位新同学 何苏苏 大家欢迎一下 先生还没来 我们先复习一下 昨天课本上 与泥土相关的知识吧 好 你看那样子 你看 你看那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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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有意思 怎么回事 你看 这手奔角的 这手奔角的 有眼啊 真是语书了 太搞笑了 多谢 同学有困难 这便是你们的态度吗 也不知 是不是故意装可怜呢 小月 别太过分 你不认识他 我认识啊 何苏苏啊 从小就讨厌泥石土壤 天石城的扫把星 对吗 过而能改 善魔大眼 对 如今他也是瓦教学校 别入学考试 他都没有参加 谁承认他学生的身份了 你吗 还是你呀 我 够吗 好 女界十遍 超完之前 不必再回学堂 陈先生 修月没说错 何苏苏她就是一个 二十遍 修月知错了 现在便回去抄吧 何苏苏是我新收的关门弟子 谁有意见 三日之后 可以找他切磋记忆 把刻板都拿出来吧 先生 我能认输吗 这就算官宣了吗 也不论人家感受 何苏苏 何苏苏 陈先生有何指教 学生一定谨记 作为我的关门弟子 你必须是我所有学生中最优秀的 收拾好东西 随我上山 上是什么 上山 三日之后等你收好了 我们去爬山 不用了吧 你看我这 这种伤三天之后肯定好了 先生说的是 说上山咱就上山 先生 这就是您眼里的山吗 山不再高 有土就行 好 作为天使国的工匠 必须要尝过每一座山头的泥土 这样才能了解他们的特性 可以更好地提炼和烧制 你尝尝 才能更好地把握 先生 那 我想问问你啊 什么时候你才能相信 我不是留进国奸细啊 信如何 信 信我就不用上课了呀 更不用爬山吃土了呀 不信又如何 不信 那我也没有办法 我就只能混吃等死了呗 我是不是要死了 可是我怎么感觉不到疼呢 先生 人知将死 齐焉也善 我真的不是奸细 你就相信我吧 放心吧 你死不了 你死不了 你先再次躲着 我去把敌人引开 陈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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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醒醒 你别吓我 快醒醒 陈先生 陈先生 这几个人看气势 就是流金过的 先想个办法把他们忽悠住 再给苏义辰疗伤 我将流金符藏于泥塑马匹中 你们为何无人接应 我等收到消息 便立刻前往可 可什么可 如今流金符 在宋义辰的手中 我绞尽了脑汁得到他的信任 想夺回流金符 可你们呢 直接将他射杀 若国主怪罪下来 你们的脑袋 都要落地 滚 是 滚 吓死我了 陈先生 快醒醒你 陈先生 陈先生 你醒来 你怎么样 那些杀手呢 都被我吓跑了 都被我吓跑了 你等我一下啊 能将杀手前三 看来他定与流金国脱不改关系 不杀我 怕是饿了从我手中夺回流金符 以控制隐藏在天势城中的流金位 这个家伙 不会把我当成奸细了吧 他真这么想 我可跳进红河都洗不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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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好不清 算太难了 我刚刚服药的时候 早就摸了不清了 是不是十那十块 我刚十一剑 走得一下子冲我飞过来 然后我就刷了一下 就走开了 可是呢 那宋依晨没躲开 我还得去救她呢 小姐 你什么时候学会武功的 太厉害了 我等会儿跟你说 好 陛下 陛下 义晨 此区是否试探出 何苏苏的真实身份 她不仅是留经国奸细 只怕 在留经位中的地位也是极高的 此话怎讲 何苏苏不用一刀一枪 便可以让刘经国的杀手退下 看来刘经国 早已把矛头对准了我们 玉玺被毁便不可立国 这是五国签订的盟约 如今刘经国 攻打天使国名正言顺 只怕其他三国也不会帮忙 陛下放心 臣已经想到办法 对了 将城中的刘经国奸细一并铲除 并修复泥瓦玉玺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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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到哪儿了 舅他 舅他舅他舅他 舅他舅他 然后 然后苏一辰 他就中剑了 当时所有的杀手 全都围着我冲过来了 我当时已经黑虎掏心 再一个海底捞运 然后一个 苏苏 上学去了 来了 然后一个 小姐小姐 您先上学去 上学要紧 我还没说完呢 我在这儿等您 行 那你等我 我回来跟你说啊 好 我在这儿等您 等我等我啊 好 我等您 刘京府呢 少主 刘京府已被宋仪臣拿去 我等今日行次宋仪臣 却得到了一个新的消息 什么消息 太子殿下 已安排新的 刘京卫首领来接替您 如今 他正在寻回刘京府 什么 看来大哥是真的想让我死在天使城中 新的首领是谁 和府敌掌女 和苏苏 和苏苏 一个海底捞远 再来一起螳螂捕蝉 这里不会真的是奸细的藏窝点吧 大人 下属要事禀告 将您帮来示威下策 这些刘金国的奸细 真的把我当作同伙了 现在怎么办 不装下去 只怕一炷香都用过 就被活活打死 装下去 至少能活三炷香吧 废物 不能用暗号传递信息吗 竟然要将我绑到此处 万一天使国成手发现 岂不是要暴露了 大人说得是 请大人责罚 算了 如今 刘金国攻打天使国在即 本大人正是缺少人手的时候 今日我就先饶你们一条命 若是日后 万不可如此鲁莽 你有何事啊 没事 闪开 大人 这何苏苏却为刘金国奸细无疑 师父要 不必 调查出刘金国暗号 通过何苏苏顺他摸瓜 将所有奸细一网打尽 是 不行 万一被刘金国的人知道我是假的 那我不就死定了 肯定会抽了我的筋 扒了我的皮 这可是死无葬身之地啊 不过 他们那些杀手 说把我抓了就抓了 我还能跑到哪儿去啊 不管了 先上课再说吧 何小姐 唐星人 你也住这附近吗 我只是顺道去当铺一趟 将之前抵押在那里的东西赎回来的 不好意思啊 没关系 唐某嫁境贫寒 何小姐勿续道歉 你若无事 不如一同去学堂科好 好 以往学堂出试 何苏苏 唐星人都在啊 何苏苏也在啊 他们都在啊 怎么能考试 就要考试 以往学堂的出试半年一次 不通过考核便会留级 而我们如今只是初级瓦甲 若是连这都通不过 便只能被扫地出门了 这要是被赶出去 反而说不定是好试 好试 何苏苏 好试 还有三日便是学出测试 你若是不能通过 我便把你逐出你瓦学堂 别忘了 你之前做过什么 对不起 对不起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能不能别告诉别人啊 好试 同学们 此次初试极为重要 前三甲获得者 将与我一同去中原节修缮泥塑 是啊 一定好试 修悦 修悦 你一定可以 那是当然了 而最后三名同学 自行退出你瓦学堂 再不入用 这些抽 对 那么一定要好好考试 我先跟他上去 我先跟他上去 努力吧 这是校园霸凌吗 原来不过时候就有 来就来呗 谁怕谁啊 烦子 早知道我以前 就好好学习尼俗理论了 我这 字都认不全呢 让我怎么背啊 少主 今日可确定和苏苏的身份 若是这么好确认身份 怕是天师城中的人 早就知道了 那我们要不要 切莫鲁莽 好 何苏苏心思缜密 一直已厌烦泥石世人 如今却能在当铺中 制出彩色泥塑来 如此深藏不漏 确实大哥作派 是 既然是大哥的人 你们便先与他会合 完成大哥交代的任务 至于何时除掉他 我自有打算 属下遵命 人家读书要钱 这松一辰要命 这松一辰要命 小姐 陈先生来了 陈先生来了 陈先生 这什么西北风把您给吹来了 何苏苏 三日后的出事 你若是进不了前三名 我便将那一夜之时告知官府 好自为之 先生 您先坐下来听我说 你看我 我真的已经好好努力在读书了 但是 这读书已是吧 他不是一朝一夕 他就能学得会记得住的呀 你就放过我 你觉得呢 我才去了几天学堂啊 你就让我考入前三 要不然 你曝光吧 反正抓我 早死早潮生 好 既然你愿意 那 我现在就带你去报官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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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开玩笑的 我要是不怕死的话 我还读什么书啊 你好自为之 属下见过卫手大人 我去 你们拿我这儿当什么地儿了 大白天老有男人进出 你呀 那个 没什么事别白天来啊 被别人看见了不太好 回大人 属下得知您是新任的流经卫手 所以立刻前来报到 还望大人见谅 流经卫手 我 听名字 应该是天使国里 所有流经国奸细的老大 罢了 我们流经卫 藏于天使国中 最好不要白天行动 有什么事情 可以当铺联络 是 那下官近日可有任务 本大人想了一想 本大人想了一想 确实有重要的任务 要托付给你们 三日后 尼瓦学堂出世 你们无论如何 都要帮我拿到 前三甲的名词 是 今日出世 是 考题为天使国 与泥塑史 需以天使国 与泥塑之间的渊源 进行撰写 考试没有标准的正确答案 一切以我的评分做标准 他说多少分就多少分 那他想害我 岂不是太容易了 还好我早有准备 凡是作弊者 一律逐出血堂 何苏苏 何苏苏 记住了吗 啊 记住了记住了 绝不作弊 开始答题 出世时间为一个时辰 有点 一天 会儿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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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陈先生 我举报 何苏苏作弊 陈先生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我还没来得及抄呢 如此投机取巧 真是小木不可调影 陈先生 我真的没抄 这书都不是我的 不信你看吗 早知道就不该救你 弄得现在这么被动 算了 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大不了就抓进官府呗 说不定 死了就能回去了 人生自古 谁无死 或轻于红毛 或重于泰山 横树都是死 看来现在 只能赌一把了 要赌 要赌 我们就赌把大的 就是这一把 你说呢 心见着 厉害 没有赌 一发不理解刘经国 到底想要做什么 说说看 这何苏苏是刘经卫之手 却只因我看见他杀人灭狗 就处处听命于我 此举极不合理 臣之前身受重伤 他本可杀我灭狗 以逃脱罪名 可却又救了我 此举更为不合理 听你这么说 朕倒觉得 他不是刘经国的内奸 这一系列的误会 只不过是巧合罢了 想要知道何苏苏 究竟是不是奸细 还有一个办法 有没有人 给本姑娘出来 就你一个人啊 回大人 其他刘经卫 如今正潜伏在尼瓦学堂 为大人解决出事 进入前三甲一事 我是考试作弊判了零分 你们这样都能让我进前三甲啊 属下不能保证您进入前三甲 但可以保证其他人也无法进入 陈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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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问题想请教您 密火 这尼瓦学堂 怎么也是天使国镇国学堂 你们刘经国 可以随随便便就能进了 大人 是咱们刘经国 对对对 咱们刘经国 要想不被天使国的人发现 任何时候说话都要小心 就你这觉悟 活不过三级就得被抓 大人说的是 刘经国早已在尼瓦学堂中 安插了许多眼线 自然将卷子 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全部毁掉 卷子全部被毁 那考试自然就不能做书 到时候肯定会同考 只要能进入前三甲 自然就不会被宋依晨 举报抓进官府了 表现不错 等回到刘经国 重重有赏 老素素 你果真是刘经国见性 你们都先回去吧 把他交给我 大人 您的安危 放心吧 别说宋依晨了 就算十个他 再加上你们 都不是本大人的对手 快走 是 贺素素 现在你还有什么话可说 没话 反正你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吧 我认了 你从小便在天使国长大 何时开始为刘经国做事 此言差异也臣介绍 一直都是刘经国为本小姐做事 本小姐从没有为刘经国做过任何事 此事呢 你还得听我爬一爬 这边请 请坐 之前我一屁股坐死个人 你以为我是刘经国奸细 后来呢 他们派人追杀你 被我忽悠走了 结果他们也相信了我是刘经国奸细 还是个首领 现在所有人都认为我是刘经国奸细 实话实说 我还真觉得 自己带着任务来的 你到底想说什么 少主 苏苏大人在宋玉辰面前暴露了自己 宋玉辰可有杀了他 苏苏大人武功高强 只怕宋玉辰不是对手 武功高强 你当真愿意帮我们 揪出刘经国的所有奸细 这不是分分钟的事吗 不然我给你打个样 别把众心 怎么表明 这你就不用管了 我也有的是办法 不过 我帮你搞定了刘经位 你要帮我离开天使国 行吧 那我先安排一下 今天晚上 我们在这贼窝不见不散 我们要看到 你和我看着 神经的事 他在这儿 你和我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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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见了 你和我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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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的消息 少主 理应外合剿灭天师国 是您唯一竞选 流经国主的机会 若是留着何苏苏 只怕最后 还是太子殿下的功绩 所以我必然要策反他 让他归顺于我 只有这样 才能彻底铲住大哥 少主 太子殿下的人 如何策反 娶他为妻 荣辱与共 小姐 小姐 有人找你 谁找我 找我 你高兴成这样干吗 说是你同学姓唐呢 唐 小姐 你快去吧 小姐 快去快去快去 小女啊 还是太过顽皮 女孩子吗 还是要疼多一点 苏苏 兴燃你认识吧 认识认识 班草嘛 兴燃 在尼瓦学堂品学兼忧 未来可是我天师国 一等一的栋梁之才啊 过奖了 今日特地前来找你 是要跟你一起探讨 学习一事 找我探讨 爹 就我这学习 我还有探讨的空间吗 小姐 探讨一下嘛 你认真哪 探讨学习嘛 没啥问题 学习 探讨学习 总归是好事 那你们就好好探讨探讨 我就不打扰了 爹慢走 和宫慢走 你跟他熟嘛 你就喜欢他 不熟就不能喜欢啊 小姐 你这话说的 我看小姐 你是不懂 这些丫头的苦衷 得得得 能喜欢行了吧 不过 单从项目上来说 你俩 确实不太般配 小姐 我开玩笑呢 你家小姐 当然希望你们俩在一起啦 这傢伙啊 这家伙啊 好酥 我来喜欢 同学有困难 这便是你们的态度吧 没关系 唐某家境贫寒 和小姐务须道歉 家庭条件一般 人品不错 可以深入交流一下 走 好 苏苏小姐 今日多有叨扰 还请见谅 唐公子哪里的话 苏苏还想让你 多来几次呢 请坐 有什么探讨的呢 你就跟馨儿说就可以了 我还有点事 一会儿就回来啊 唐公子啊 咱们可以开始吗 大人 我等你全部隐藏 于街巷之中 若是遇到危险 便会第一时间营救你 是真是假 今日之后 一切便会断绝 尼巴饼嘞 尼巴饼 十文钱一个啊 早知道 就该问问暗号是什么了 这想见个面也太难了吧 这么大的天使国 你让我去哪儿找他们吗 好吃的尼巴饼嘞 来 尼巴饼 来 尼巴饼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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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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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巴饼啊 尼巴饼 十文钱一个 刘经国的绝技 隐神术 大人 这样你都能看得到我 我 大人有何吩咐 一个时辰之后 叫你这些 会隐身术的兄弟 到当铺开会 是 人呢 人呢 不知道是我傻 还是你傻 把这群家伙迷晕交给苏义晨 到时候自然有人使去哪儿 我也就解脱了 见过卫首大人 大家不必行如此大礼 快快请起 就你们四个 回大人 潜伏在天使国的刘经卫 人数众多 人多眼杂 太容易被人发现 就来了四个 宋医生 会不会觉得我这中心 表得不明显啊 大人放心 刘经卫共有三处 负责情报 暗杀和侦查 三处的大人全部在此 任何命令 都可以第一时间 传递给所有人 非常好 你们是刘经国的重臣 个个背井离乡 卧薪尝胆 我代表 刘经国的国主呢 敬诸位一辈 刘经永住 万死不辞 刘经永住 万死不辞 该你了 为了早点离开 豁出去 好 我们大家如此团结 那必须此时此刻 要敬上诸位一杯 来 刘经永住 万死不辞 刘经永住 万死不辞 干杯 刘经永住 万死不辞 刘经永住 万死不辞 刘经永住 万死不辞 刘经永住 不就尸位 刘经永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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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些人全都是你解决的 不然呢 不是我 难道还是你啊 我已经帮你打听好了 刘金国有三个部门 现在躺着的这些 都是一把手 你可以带回去审 审什么 你不能说话不算话 你答应过我的 我只要解决了这些 刘金卫的奸细 你就放我离开这里 何素素 你为了给我表忠心 将刘金卫结尾管事人 全部杀死 这种手段 宋某实在是佩服 不可能啊 我只是给他们下了点 蒙汗药而已啊 见过卫手 大人 如果我说这是个意外 你信吗 天使官暗中调查这么多年 才找出刘金国几位 管事人的真实身份 本可顺头摸瓜 把他们一网打尽 却因为你功亏一篑 何素素 你还要脚背到什么时候 大哥 我真的没骗你 我不是故意的 我为了给他们 喝下蒙汗药 我这手都受伤了 你看 很疼的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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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活着 宋依辰没杀我 她是相信我了 既然已经醒了 便早些回去休息吧 你把血汤不是睡觉的地方 那你为什么把我送来这儿 你直接把我送回府上不就得了吗 也对 这陈先生喜欢给女孩子上课 万一直接把我抱回府上 那明天天使国的百姓可有得了咯 刘金国之人 难道都爱成口舌之力吗 喂 我可是按照约定把人给你带来了 他们死了跟我也有什么关系啊 我又不是故意的 你为什么处处针对我呀 无论过程如何 结果便是天使国丢失了 刘金国奸细的所有线索 而这一切就是因为你那碗蒙汗药 我 现在 他们唯一能够联系的人便是你 何苏苏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你若是答应 我便相信你不是刘金国奸细 我愿意 双手愿意 请问我要做什么呀 你去告诉刘金国奸细 我已经叛离天使国 败倒在你的石榴裙下 以你马首是瞻 把刘金卫全都交于我掌管 败倒在我的石榴裙下 小姐 这个力度可以吗 早上没吃饭啊 我吃劲了 在网上按按 这样可以吗 也还行 那这样可以吗 还行 那这样呢 也还可以 那这样呢 好 也还行 那这样呢 月还行 还可以 那 这样呢 陈先生 有没有别的办法呀 没有 成交 有没有 这些人 有没有 这些人 有没有 这些人 少主大人 大事不妙 什么事如此慌张 傅同领 甲午大人 与刘京卫三处首领 全部深死 不可能 甲午与三位同领 一同联绍 哪怕天势城中 十大高手同时出手 也不可能 如此悄无声息地被主决 少主 书下平日便藏匿于令氏堂中 已经仔细查验过 四位大人的尸首 如何 四位大人全身 并无一处爱杀 也并无中毒的几下 唯一的可能 是被人活活针断筋脉 弃血攻心而死 天势城中 还藏着这么一位高手吗 接着说 接着说 哎呀 晓儿不好意思嘛 你这有什么不好意思呀 我这不是 在给你们创造机会吗 人家唐公子长那么帅 怎么可能看得上我嘛 什么看得上看不上的呀 人家都说了 家境平安 再说了 他长得帅 我们家杏儿也不丑啊 熊琴 好了 不好意思就算了 好 那机会有的是 大不了 我就约他来家里玩呗 真的 那杏儿就 先谢谢小姐 好说好说 早点回去休息吧 好 又来这趟 说吧 这次找我什么事啊 傅吞令甲午 与三位首领一同遇害 如今隐藏在天势国的流金卫 群龙无首 不知大人有何安排 我知道大哥派你来 是想架空我在天势国的权力 可如今流金卫中 已有四名高手 被悄无声息地杀害 还请 行一致对敌 我 星染愿一切听大人安排 只求保住我流金国 在天势国内的百年基业 流金国派人潜入了天势国 而宋义辰负责找出这些流金国的奸细 他找到了我帮忙 让我将他塞入流金位 而唐星染是流金国人 他和他大哥一起负责潜入天势国 地位应该不低 而现在也找到了我帮忙 让我帮他们保住这些流金位 那 我现在该干点啥呢 你 你真的愿意听从我的一切安排 一切听大人吩咐 四大高手全部战死 对于我们流金国来说 算是莫大的损失 为了不再让悲剧重现 是 唐星染 臣在 你身份明了 万不可以身犯贤 从今日起便藏于暗处 没有我的命令 不得与流金国有任何的联系 踏踏实实做一个天使国人 是 还有 为了方便我们二人沟通 今日起 你便洋装追求性爱 这样一来 也方便我们沟通消息 杏儿 虽然不知道该干点啥 但是打仗终归是不好的 让唐星染再回到流金国 也不太现实 毕竟 杏儿这位傻丫头 还一门心思想要嫁给他 杏儿 杏儿 还有 虽然四元大将已死 但是我已经成功策反了宋义辰 他现在完全听命于我 苏苏大人手段通天 想苏苏大人 是 当然 赢得划架 但是说 哎呀 有个人 敌人 得Не 在那儿 这是 环境 弥堂 那边 是 若是真的能够打入 刘经国奸细内部 臣打算 将刘经国奸细 全部换成咱们自己的人 这样一来 不仅可以给刘经国 提供假的情报 还可以借此 渗透进刘经国朝政之中 上次考试试卷被毁 所以成绩无效 经学堂讨论 准备重新测验 算你走运 修悦 修悦你别怕 你再说一句试试 我说我可不怕你 我说我可不怕你 你说谁 你再说 我说我敢不敢 你很久了 不存在吗 这次测验 是提炼泥土的韧性 游圣祖随我一起 去修善泥塑即可 修善泥塑 修善泥塑 真的假的 要有机会 对对对 真的要修善 很好看 那个太好了 何素素 你明白了吗 啊 啊 明白了 啊 啊 你以后 素素大人 提炼泥土一事 我会帮你处理好 绝不会让你在学堂之中 失了面子 不用不用 这点小事呢 我自己来就行 你说这个宋义辰也是 明明已经归顺了素素大人 却还是借着先生的名义 处处针对你 自然是 我让宋义辰这么做的 他表面上对我越是苛刻 那在外人看来 他越不可能被我策反 苏苏大人所言及时 是兴染狭隘了 贺苏苏 你留一下 之前说修缮中元节雕像 为什么大家都这么激动啊 修复天师国女神像 是每个天师国人的梦想 当年 天师国女皇孤身一人 闯入纲目国 签订了五国盟约 才换回天师国百年安宁 你能带我去看看吗 你是刘庆国奸细 不配摘养天师国女皇雕像 你就带我去看看嘛 求你了 做梦 那你带我看看 画像也行啊 就一眼 就一眼 但凡你用功读书 又岂会不是女皇的模样 不是女皇哥 不允许 只剩手 让我看你 怎么看了 那是 他 是 不知道 汪 我 不会吧 天使女皇可是咱们的开国女皇 所有的泥塑 耕种 彩绘 都是由她一点一点传授下来的 小姐 您不会真的连这个都不知道吧 这个女皇 她叫什么名字 这 这个书上好像从未记载 不是吧 开国女皇哎 连个名号都没有吗 那你知道这个女皇雕像在哪儿吗 这 这 这 女皇雕像位置隐蔽 寻常老百姓怎可知晓 也只有像老爷那样的高官 才可知晓位置 嗯 行吧 那你先去忙吧 我再琢磨琢磨 嗯 去吧 我就是摸到她才来到这里的 想要回去 恐怕还要再摸一次才行 宋依晨 宋依晨 嗯 他不会告诉我的 我爹 恐怕他也不会告诉我 嗯 嗯 那我又怎么才能知道这个雕像在哪儿啊 哎 有啦 古代人没有手机 没有微信 平时都怎么练习啊 嗯 唐欣然 你来得正好 嗯 嗯 你来得正好 请坐 宋大人 上至朝中官员 下至黎明百姓 四处都有我们的眼线 找到您自然是不难 虽然费点人力 但也挺方便的 对了 今日找你前来 我是想让你帮我打探一下 天使国女皇雕像的位置 大人 您是想 我 这个 摧毁女皇雕像 这对于天使国百姓的打击 不言而喻 到时候 我们流金国自然可以 流金国自然可以 帮天使国重塑女皇雕像 这样也重铸两国友好 现在是这么一个情况 宋义辰 唐星染 唐星染认为 宋义辰在给流经国卖命 而宋义辰并不知道 唐星染是实打实的流经国人 如果让宋义辰知道了 唐星染的真实身份 那唐星染肯定就会没命啊 兴儿难过不说 我这个流经国奸细的名头 肯定是坐实了呀 不行不行 绝对不能让宋义辰知道 唐星染的真实身份 苏苏大人 为何我流经国 要帮天使国重塑雕像 正所谓 冤家一解不一劫 解灵还须戏灵人 人生自古谁无死 您的意思是说 要让百姓知道 流经国也具有泥塑能力 如此一来 便可以不费一刀一剑 便推翻天使国皇帝的皇席 没错 这天使国国王的王位 肯定是石头做的 我们如果要是推翻他 再换个金的 那听起来 是不是高大上许多呢 换个金的 好了 这件事情我们以后再说 陈先生 近日前来有什么事啊 陈先生 星染 你我都为流经国卖命 以后还请多多帮忙 陈先生愿意弃案投名 助我流经国一统天使 星染愿鼎力相助 对 你 一个老狐狸 一个小狼狗 根本就不是一个断位嘛 哎呀 星染 刚刚 与苏苏大人在聊些什么 我们是在商量 如何找到天使国女神下的人 你喝点水 谢苏苏大人 不客气 找到天使国女神像是想要做什么 自然是要 你再喝点水 来来来 来 喝吧 星人 此次任务可是要毁掉天使国女神像 是 陈先生是否愿意帮忙 好 此次任务交给我 与苏苏大人便好 苏苏大人的心思可真是深不见底啊 你 你进我房间干什么呀 我开玩笑的 我怎么可能炸毁女神像呢 何素素 你已经答应找出刘金国奸细 为何唐星人是刘金国人 你只字不提 我要说为了杏儿 恐怕连杏儿也跟着一起倒霉 好 好 好 其实呢 他和你一样 都是天使国大大的好人 也是想通过我 找到刘金国的奸细 何素素 何素素 你真当我是傻子不长 太子殿下到访 刘金国未曾迎接 还望恕罪 甲午不在 甲午大人与僧畜首领 均已被天使国高手所杀 现在是何素素大人 在掌握刘金位 何素素 你真当我是傻子不长 其实 唐星人也是被逼的 他是刘金国的六皇子 小的时候 被他哥哥丢到了天使国 说是为了打探消息 实际上就是不想让他回去 夺取皇位 也挺可怜的 所以呢 没有所以了呀 有你在 一个唐星人 还能把天使国闹翻天不成啊 再说了 他现在唯我马首是瞻 留着他 说不定还有用得到的手 素素啊 义辰兄 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爹 陈先生正在给小女上课呢 我之前不是跟您提醒过吗 这陈先生啊 最爱半夜给小女子上课了 小女顽劣 一辰兄 好了 爹 您来找我什么事啊 正好一辰兄也在 爹来就是要跟你商量一下 这不过节吗 中元节 去修缠女神像一世 若你愿意 爹就带你去开开眼界 你 我当然 我当然不愿意了 这万一再磕磕碰碰了 我还要担责任 不去 你这丫头 待你又不是让你去干活 就是去看看 你不是天天嚷着要出去玩吗 怎么出尔反尔 我到底是去还是不去 这有什么好犹豫的 好了 爹 说不去就不去 陛下 是 陈已经调查清楚 何苏苏是刘清卫首领 唐兴然是刘清国六皇子 看来刘清国 早已知道尼瓦玉玺破裂一事 才这么胆大妄为 将皇子都安插在天石城中 刘清国兵枪马壮 唯有修复玉玺 才能解天石国之难 向其他三国求救 陛下放心 臣定会早日修复尼瓦玉玺 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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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听说了没啊 臣先生昨晚给何苏苏开小灶 听说啊 学了一整晚哪 一整晚 就他们两个人了 是啊 你听谁说的 没有证据不要乱说话 你急什么慢 就仗着你爹是三品大臣 我爹还是二品呢 就是啊 就算是授课 也不可能一整晚都在 就你会犯花痴 别理他 继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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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我唯一是那个了 对吧 何苏苏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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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 老娘人 你很久了 你别打我 对对对 别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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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开 走开 你 好了好了 别打了别打了 别打了别打了 别打了 你凭什么无才却这样做完 你够出一事 你费吗你 我不配你 行了行了别打了 你吃什么醋啊 就你那长相 小时候被你醉起过了你 你捏了土 你成包根茬儿 狗都比你捏得好 你说什么呀 你又干什么呀 再说一次 我说了怎么了 先生每天晚上都给我上课 天老了还躺一个被窝里取暖呢 别打了别打了 小时候别 住手 先生来了 快坐坐坐坐坐 走 门外已经准备好了 此次提炼所需的土壤和工具 三个时辰之后 我会公布此次提炼土壤的硬度 现在开始吧 何素素 陈先生 你不会生气了吧 我刚才是一集才那么说的 你知不知道 此番言论回的是你的清白 我管得了那么多吗我 深圳不怕影子邪吗 你要是没什么事 我就去提炼泥土了 何素素 若是此次出世你能夺得第一 我就让你去见女神像 可好 说定了 好 你寻找麻烦 你快パユ hanno帮你回首 那就是其他人 但我根本应该是不自在 然后能赶索 请问一下 我们制作泥土 除了用这些工具之外 还可以用别的吗 随意 但是不可踏出学堂半步 不然于立安作弊处理 没问题 太子殿下到法 刘清卫未曾迎接 还甭恶恕罪 甲午不在 甲午大人与僧畜首领 均已被天使国高手所杀 现在是何苏苏大人 再掌握刘清卫 何苏苏 行 走 走 你 鹅 谢谢 陈先生 可以借你的火折子用一下吗 谢谢 这种提炼泥土的方式 你是从何处学来的 陈先生 我这不是在提炼泥土 我这是在提炼木头 提炼木头也是为了提炼泥泥土 难道不是吗 是是是 先生说是就是呗 提炼木头是不可怕的 提炼泥土想要最硬呢 就必须要非常高的温度 但是一般的火焰 达不到这种温度 只有木炭可以达到 就先制作木炭喽 这些都有一袋冒烟 就必须要堵上 要不然 就会让木炭化掉 好 搞定 柳京府一事 家务大人身死 若不是苏苏大人在 恐怕柳京卫 早已成为一盘散杀 六弟啊 六弟 还是不胜心 以为扶起一个和苏苏 就能与我抗衡 行 待人将何素素喊来 我要与他好好交谈一番 是 木炭的制作工艺 是刚不活得不传之名 这何素素不仅知道泥塑的彩绘 更懂得制作木炭 究竟是何人 你也想像我那样吗 你看我这 我 实话实说 你是不是没见过 这么高端的制作工艺 你要是同意带我去看女神像 我就把全部都交给你 得寸剑指何素素 别忘了谁是老师 谁是学生 为了修复你也把玉玺 偷师若怎样 何素素 锤炼泥土本来就是为了去除杂质 你把木炭加进去 不是多此一举吗 你不是不看吗 提炼土壤完成的学生 全部回学堂内等待 跳梁小丑 你若是能制出比我还硬的泥土 我情愿退出学堂 你自己作死 可就别怪我了 这 这样 大家稍作自习 一会儿 一同进行测验 陈先生 说好的三个时辰 如今时间已经过了 这何苏苏自然算测试失败 即便再给你三十个时辰 你的泥塑也比不上苏苏的 唐欣然 那何苏苏究竟是你什么人啊 你为了她三番四次的 要和我作对 若不是为了她 你连与我说话都不配 你 哼 这种提炼泥土硬堵的方法 是跟河宫学的 两三句也跟你解释不清楚 你就当我是你娘胎里带的好了 你要是想学的话 我也可以教你啊 学无先者 打者为师嘛 学无先者 打者为师 你真是 这是何宫说的 我说你这人好奇怪啊 为什么所有的好事 都贴在我爹的身上 而所有的坏事 都扣我头上呢 我是小时候偷你家大米了吗 还有半刻钟变三个时辰 再不回去 便算你弃权 我 这才对嘛 这才对嘛 不合格 天使国的立国之本 便是城池的固若金汤 一手难攻 而坚固的城池 便需要更加坚硬的泥石 今日 我要看看谁能够拔得头筹 和我一起去修缮天使国女神神像 秋月 和苏苏 唐星人 将你们三人的城池来吧 等等 怎么 还没开始就怕了 堂堂和宫的女儿提炼的泥石 能有多坚固 让我们大家一起开开眼呗 陈先生 我能不能和秀月下个军令状 万一她要是耍无赖 那可怎么办 何苏苏 封月 请你 说 来 你 这样 再跟着 不错 不错 再接再厉 何素素 你不是要令军令状吗 现在力也来得及啊 那这次拔得头筹的便是秀月 等一下 陈先生 不好意思 刚刚时间太紧了 我这外面的泥土都没有清理干净 这是 这里面我加了木炭粉 利用物理高温和化学反应 提炼出来的探经 俗称钻石 说了你也不懂 钻石 苏苏大人 这个眼帘的工序到底是什么 这个物理高温和化学反应 我一直半会儿也跟你解释不清楚 你要是想学的话 我可以教你啊 那此等手段 天师城内只有和工才能做到了吧 你怎么也喜欢往我爹脸上贴金啊 算了 反正只要能赢秀月那个丫头就行 看点她我就烦 秀月家境优渥 却心胸狭隘 她是个女子还好 若是男子当朝未官 怕是朝中一大祸害 算了 不提她了 你今天有事吗 要不要到我家坐坐呀 苏苏大人 欣然还有一些小事 还是改日来拜访吧 没事 你要是有事就先去忙吧 好 先行告辞 我等你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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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叔叔 何叔 你若不是留经过奸行 该有多好 参见殿下 六弟 好久不见哪 大哥不远万里 从刘经国赶来 小弟未曾远迎 还望大哥恕罪 迎接 只怕你这辈子都不想我到这儿来吧 大哥何出此言 天时城中的刘经卫 西数被你斩禁 又扶起一个何苏苏做首领 真当我不知道吗 苏苏大人不是大哥你派来的吗 怎么回事 我派来的 我远在刘经国 天时城中的刘经卫 尽数由你掌管 父皇从不让我染指 便是怕我除掉你 你觉得这盆脏水泼得到我身上吗 可是 也可是了 我且问你 有何证据 证明何苏苏是我派来的 不曾 不曾 不是我派来的 也不是你扶起来的 难不成 是天时国安插在刘经卫中的奸细 刘经卫何在 属下在 集结刘经卫 随我血洗何服 一个不留 是 何苏苏提炼出的泥石 竟跟碎了的泥瓦玉玺 一模一样 义辰 天时国一直有个秘密 只有每一位皇帝才能知道 如今是时候告诉你了 陛下不可 你堂堂天时国太子 即便你发下不休服玉玺 不入东宫的誓言 可你终究是太子 你未来是天时国的王 是天时国的主人 是天时国老百姓的天 陛下 天时国皆是流民 突然有一天天时女王出现 他做出了 匹敌钢铁的尖石 滋润万物的黑土 燃尽天地的火石 雨水成冰的粮玉 从此天时国与流金国 纲木国 圣火国 姚池国签订五国同盟 天时国最终建立 百姓安康 百姓安康 可是天时女王却不见了踪迹 没有人知道她去了哪里 也没有人知道她来自何方 她只留下一段话 天时玉碎 女王回归 天时公司 无国沉浮 万事太平 大夫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陈先生 你要是想学呢 我教你就好了呀 我若想学 需要付出什么 你这人怎么这么没劲啊 你想学我教你就好了呀 而且 你一直把我当成坏人 我想要什么东西 你还能给我不成啊 明日一早 你我一同去修缮天师国女神像 可好 好 陈先生 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 我应该已经离开天师国了 不过 我会把我自己会的都交给你 不用你谢我 就当是你留我活到现在的报酬吧 在我的世界里 泥塑经历了千百年的沉淀 有着无数的传奇和故事 我所学的只有九牛一毛 但我愿意轻能相守 希望你发扬光大 不仅为了天师国 更是为了后人 留下方便和财富 再也不见 何松松 何哥 快跑 小心啊 快跑啊 快跑啊 老爷 快跑啊 老爷 星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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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素素 快跑啊 爹 快走啊 放过我女儿 放了她 何素素 我该叫你 留经卫统领 还是天使国奸细 你们 你们到底是谁啊 到阴曹地府去问吧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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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爹和杏儿 他们都被杀死了 肖姑便哭吧 哭出来就舒服些了 要你说 借我个肩膀用一下 对不起 都怪我怀疑你 对不起 赫素素 你没事吧 无妨 一臣有一事相求 还请答应 你说 赫素素 一臣希望 你能够修复天使国的玉玺 能够将倪宿记忆传授下去 能够让百姓安康 大哥 有完没完呀 我还要穿越回去做陛舍呢 你 其实你 你自己也可以做到的 我把信 都给你写好了 里面有知识和技巧 你一定可以用得到的 你拿着 一会儿 我便将敌人引开 你拿着这块令牌 直接回到皇宫 那儿有金卫军在 定能保你平安 那你 你没事吧 你受伤了 你这块照好你自己 我已经中了 刘敬国的毒箭 没有医术可以医治 拜托你 这里交给我便好 我拜托你 一定要完成 一定要求 天使国百姓于水火 拜托你了 大哥 这么多大事 都让我一个小女子去干 你们这些大男人 都去玩泥巴吗 有没有点怜香惜玉啊 苏衣辰 呃 我 恶 你的 大男人 这里 我 有没有 武 我 没有 我就 好 我答应你 看来这个世界 只能我们女人去拯救了 天将将大任于私人也 必先苦其心智 劳其筋骨 恶其体肤 空乏其身 行服乱其所为 所以动心忍性 增益其所不能 后事都交代完了吗 太子殿下 若是我死的话 你便能停止杀戮 那就来吧 什么路呢 公子展开 苏苏 苏苏苏苏你怎么这么傻 苏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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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 不要 不要伤心 不要为我难过 你会伤心 我会难过 不知道为什么 我 一定要自己照顾好自己 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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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解释了眉梦 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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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 醒醒 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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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醒 素素 素素 醒醒醒 醒了 醒了 素素 你没事吧 怎么样 素 我刚醒了 他刚醒了 因为我把我赶紧 噢 是不是 我 我补试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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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随你难自悟 几滴泪染了春山树 几绪少花将心辜负 三千七丝抚不住 残诺只剩更天清空 几滴泪染了春山树 几细恩生如一次赴 我最怕当生能冲出 和泪醉里难自悟 江山的花圈怎能 地理的眉眼间 一滴珠珊泪欢喜阳下 黄昏成全 净风雨落的风圆 红尘深处的敷衍 只忍散复他愿意想 绝望穿了千脸 当年的情意已花下眠 旧恨前女已散了晨间 是你到晚随风飞满天 光雾沉西里难忍危险 可想世人说我太方便 无话无求却堵住昨天 我容易堵住下你的脸 等不来堵日里难誓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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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曲 李宗盛 词苍苑烟 万花和梅 相塞雪青丝与赞 我昨今前有可怜 熙熙泪焰 君月火焰 再次花年 只留下怀念 最恋长远 最容易卷 欺负我似 情愿如鱼 却能依偎 我听传考案 而飞烟 不是我被环保 往昔重变 情生已高 风鸣变化 是满了 我君子之 年岁安好 你被奢侠 你被奢侠 跌倒 在 三城孤岛 前梦 你穿 听一笑 叹笑 君月火焰 再次花年 只留下怀念 只留下怀念 尊敬成缘 最容易卷 欺负我思念 既然如鱼圈 那一位 你被奢侠 我听传考案 而飞烟 不是我被环保 我细周别 情生已高 风云丢光 事难了 我君子之 我君子之 年岁安好 你被奢侠 你被奢侠 跌倒在 藏城孤岛 请梦来 春天一秋 飞翔 情生已高 风云 别怪事难了 我君子之 你被奢侠 你被奢侠 认识 你被奢侠 你被奢侠 这个次引以练 好像 有一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